调因 好 那我们就直接进入这个条文篇 那我们来看 第一个这个很熟悉的字眼 就是由于所有疾病症状 皆因体伤跟热能不足所致 我很早就跟你们这样讲 但这一句话 有没有人真的深信不疑 其实要到深信不疑很难 这一句话看似很简单 但里面很难 比如到我们说面对生老病史 到了你真的哪一天 所有方法都用尽了 该揉的也揉了 该温敷也温敷 该运动也运动 然后心情也没有什么起伏 好像也都做到了 但真的病来折磨的时候 你会不会去想西医的那一些 会不会对他们还有幻想 是不是还有点滴可以打一下 让我营养一下 可以多活几个小时甚至几天 甚至我还有奇迹 类似这样的幻想会不会一直出来 如果是有 连一点点的幻想都还有的话 那就不是深信 那表示这之外还有更好的方法 但是你们口中却说我深信不疑 但到了境界来考验 真的有谁真的把他 这样能够继续走下去 这是我的体会 连我都不一定看到病人那么苦的时候 我是不是也会有彷徨 是不是真的原始点之外 还有更好的方法能救他 是不是 所以这一句话 到最后我走了这样 再改来改去 这一下子我真的深信了 我是真的深信不疑 就只有体伤跟热能不足 你看嘛 如果到清正你去西医 它没有开关 没有搭住体伤的开关 它能真的帮我们按照 它不是 它把它搞得很复杂 甚至接下来就很多的检查 那到了重病的时候 你当你还有一些幻想 他们可能还有什么 侵入性的治疗 包括洗肾啊 倒尿管啊 擦鼻胃管啊 气切啊 这些是不是都可以维持我们的生命 我们在那里的 会不会有这样的幻想 如果没有了 好 那你们还会不会对他们的药有幻想 还是已经死心塌地了 原始点热能不够了 他们也没办法 有没有这样的坚定 再走一圈 再改到这里的时候 到飞机上改 我确定 我已经不再有什么幻想 所以我到这里的时候 只有一个 如果患者 现在未来要推的 就是如果真的生命已走到尽头 我是奉献大家不要再有什么幻想 就是不要有侵入性的治疗 侵入性的通通不要 连一些点滴的什么营养针什么 人家外面说的 哎呀那你补充一点营养 那些也都没有幻想 那就是花开花谢 让它自然的凋零吧 人总有一凋零的那么一天 来的时候 最主要能不能走得安详 那如果你真的能生性 从一生下来 你生下来面对生老病史 到回归自然的时候 你也是从自然中慢慢凋零 而没有再遭受一些其他的破坏 而能够走得很安详 那我认为 这个是一个人生大事 生死世大 所以这一句话 却隐含了很多 你从生到死的 所有的一切 都是由这一句话来涵盖过 所以看似简单 但我觉得不一定很容易哦 如果你真的懂这一句话 你到最后因缘果 你也都可以破了 那到面对我们的生老病史 你都可以坦然面对 生病了我有方法 老我看得清楚 到最后的死 我不再有幻想 那这样我认为 你会很坚定的走完这一人生 活出你 我说的活出自信盈满的人生 那一句话真的懂 真的很多道理都在里面 好 那我们来看 因为你不再疑惑了 那所有疾病都是因为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你也不会再去管 这个疾病是有什么因素引起的 有时候连探讨都不会 就是体伤跟热能不足 所以还是要回归 我们今天当然会谈到灌场 灌场 第一个外面的灌场 好像就是通宿便 但拉肚子怎么办呢 拉肚子可不可以灌场 腹泻可不可以 可以吗 大便不通的时候 我们会去灌场 对吧 那拉肚子呢 温将当观 认为可以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认为不可以的举手我看一下 不知道的举手我看一下 那你看到这里 不知道你说生性 那就有问题 反正所有疾病 疾病包括腹泻 也包括大便不通 对吧 接因什么 体伤热能不足所致 那体伤就是按推嘛 按推没有好就是怎么样 就是要热能啊 那怎么灌场也是一个热啊 我们不是用冰水啊 我们是用淡浆汤 也是温敷啊 温滋啊 对吧 那你们还不知道 那就是怎么样 你们根本那一句话是没有生性的 我这一考我就知道了 所以举手太容易了 但真正完全彻底放下所有的疑惑 而坚定不移的 我只能说太难了 连我自己都怀疑我是不是什么都已经 完全真正彻底大测大悟之后 测悟之后也许就是修行的开始 那你修行的时候遇到各种境界 你是不能说我不知道的哦 不知道就是一条的命哦 真的啊 那你还能不能坚定的走 确实是我只能说是一个很重大的考验 好那不论什么因素 到最后你一定会很快归纳 就知道体相跟热忱不足 中间当然还有一些变化 那我们遇到境界下面 后面我们会一一来再细说 那也不论他诊断为何种病名病因 那是西医的 因为对西医已经没有幻想了 他们这些都是果的论断 他们没有谈到真正疾病的因 也就是体相跟热忱 他们没有这种概念 导致他们都会从患处下手 那个患处就是我们的本处体相 所以如果他们比较有价值的 应该是在本处体相这一块 那对于他处还有热忱 是完全一片空白的 在我的看法 那你当然到重病命危的时候 那个都是严重热忱不足 你再期待 那个是一点意思也没有 那如果他处也没有 唯一就是本处 那调音后面会把本处再细说 好 那也不管他是轻症或重病 因为我们都是 轻症重病我们当然在边医有讲 如果到重病我们是以什么 以外内热源为主按推为辅 那轻重症我们是以按推为主 外内热源为辅 但简单的讲我们按推内外热源都是一致 只是有怎么样 有时候哪一个为主哪一个为次 如此而已 那他是一个整体的 也不管急性或慢性 这里都不用分 内科或外科 那个都是西医一路这样分 分得太细了 那我们觉得他非常科学 那能够把什么科分成那么细 但我们是什么 内外通吃 急慢通治 我们是这样的 所以怎么能通治 就是把所有的还是回归到 体相跟乐人不足 所以我们能够做到 所以只要一个理通 是可以完全这样贯穿的 那我们最后的处理方法是怎么样 就是只有这一招 按推源是痛点外内热源 只是有主次分别而已 那这样治疗呢 不仅可以治疑病 疑病已经是医学追求的 但医学也常常谈预防医学 自慰病的概念 但真的有方法达到吗 没有那只是一个幻想而已 也就是未来的理想 但是大家都还在探讨 如果要谈到这一块 自慰病那一定是以热人 对不对 调养体质啊种种 但西医没有热人的概念 如果这一个 从中医的角度来谈 还可以谈得通 从西医的角度 他们只有一个理想 但很难落实 那原始点又进一步 因为有一条脊椎七处 又可以达到诊断跟治疗合一 然后即便胃病 你也可以先知道 所以它不仅可以治疑病 还可以达到怎么样 智慧病那已经不是空谈 而且已经是可以完全落实了 那这样的理论很多可以适用于动物 当然我们现在也有动物篇案例也越来越丰富 也有狗的脊椎突出的 椎肩盘突出的 还有猫的脑中风 那一只狗的椎肩盘突出 在我的看法 那个应该是狗的中风 因为它前肢后肢都无力 你们看看那个案例吧 有看过的举手我看一下 对有看过的 你们仔细分析 它是无力 椎肩盘突出根本没有症状的 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了 所以然后它又调理的二十天 那一看哦 就是我越看越像中风 所以但是西医常常 什么病名都乱取的 所以也不用太在乎 那如果是那应该就 那你看那个小狗 头部的时候哇哇叫啊 脑中风就是头部啊 伤得最重啊 然后它四肢也伤到 那不是中风是什么 然后又无力 如果抽搐有力 那就是癫痫 我还没有看到狗癫痫的 对吧 但但这个明明就是中风 猫也中风狗也中风 但是它把它 拼为椎肩盘突出 我越看那个病名 就是越有问题 但是人家寄来 我就只好每一次说 椎肩盘突出 但是每一次讲一次怀疑一次 就是这样 好反正哦 也不用管那么多 反正这个理论 什么病都可以治 这是千真万确的 那热能不足 西医没有概念 包括他们的受益 因为他们没有热能 所以这个去找他们 也是往南了 好那这个我们就不用影片来讲 那内热源 内热源包括姜片 姜粉 姜汤 生片 生粉 生汤 辣椒 胡椒 花椒 咖喱等 他们不仅赢 他们不仅可ched 而不仅仅仅仅可享受 其中姜汤还可用于灌肠 洗眼 清笔等 那内热炎 因为以前就只有一个 温热姜汤温热性中药 就这样带过 那个是不对的 一定要细说 我们内热炎有什么 可以应用到内热炎来 那这一系列的 姜片姜粉姜汤 这个我就不用念了 这些都是我们的内热炎 可以应用 那可以应用在哪里呢 这一些材料 可以应用到温热性饮食 而且最为广泛的就是姜汤 姜汤你看可以 比如说眼睛干涩什么 你也可以用淡姜汤来清洗 那皮肤烫伤 可不可以用淡姜汤 可以啊 也可以用姜汤来清洗 皮肤病可不可以 也可以啊 竟然它还可以用到什么 灌肠 那这个是原始点的最特别 因为灌肠 它们只是一个方式 处理的一个方式 但有了淡姜汤就整个改观哦 就像你擦拭的一些皮肤病 你可以擦拭一些西药 但全部含量 但能不能好 我都很质疑 你看牛皮咸还有30年的 还有日本的牛皮咸 八九年的 这些都是医学界做不出来 因为它们擦了太多药 但我们也是擦 我们擦的是什么 温热的 姜汤的 甚至姜粉泥种种 那整个就改观了 所以灌肠这种东西 它如果不懂这个温热的 它们怎么变 变不出什么把戏 它们也许只能用到 通树变灌肠如此而已 但对我们的应用就不一样 这用了淡姜汤进去之后 整个就全然改观了 所以什么也可以变 包括腹泻当然也可以啊 对不对 那包括便秘也可以啊 那包括胃肠病可不可以 如果胃脏痛可不可以啊 可以啊 因为我们也是温热啊 那你外面也是啊 它从里面进去也是温热 那你一个概念通了 全部都通了 原来 这个是一个热能的概念的应用 所以 所以我们先把这里 你看可以用到温热性饮食 其中姜汤还可以用于灌肠 那表示灌肠对我们而言 是属外治还是内治 这个就很明显 我们是用在怎样 内治 我们是 这个等于原始点它是走在 在我的看法 它本来就是一个颠覆性 跟创新性 那在西医他们的理解 灌肠就是通素变 那他们就是侵入性 在我们而言 我都不认为是这样 但是他们已经把这个定义都写的这样 侵入性那怎么办 其实你想想看 如果内治一定要进到里面 才叫做内治 比如你喝姜汤 饮食 你一定要靠嘴巴进去 对不对 那你嘴巴进去 你有没有工具是什么 即便就像印尼他们印度 他们还是要有一个工具 手还是一个工具 起码要把它塞进去 那我们好像比较文明一点 还是我们还会拿筷子 汤匙 你把它起码要喂进去 那因为嘴巴会张开 你好喂 那我们的内热炎进去 应该有两个管道 我们之前太强调上面进去 因为上面进去到这里 我认为到够 那到位的吸收到这里下面 其实它的药性 已经慢慢就减弱了 也就是说 原水救不了进火 那我们还有一个管道 是从哪里进来 肛门 不是外面 肛门 如果内置法 如果皮肤是外置法 就是借由皮肤的吸收 就属于外置法 但借由里面的肠胃啊 包括食道啊 这个就是怎么样 我们把温热的送进去 所以称为内置法 所以嘴巴它可以吃东西 肛门它自己吃不了东西 就是唯一它 它一定要怎么样 利用工具才能进去 所以这个事很不得已 所以在我的看法 那个灌肠在我看法 它也像一个汤匙一样 也像筷子你把它夹进去一样 它只是一个工具 让我们好把内热源送到怎么样 我们想到达的地方 但是很可惜的 因为肛门 它自己没办法向嘴巴张开 让你很快的送进去 所以就必须要有工具 而那些工具就已经被人为的思维把它 框住之后就认为它是侵入性 所以从一个狭义的它是侵入性 从广泛的 那你汤匙进到嘴巴里面算不算侵入性 不算 那这个只是通过一个肛门就算了 所以就只能 就因为大家都这样认识 但我是不这么认为 所以大家在说 那侵入性原始点一直强调 非药物非侵入性 那如果你这样 因为这一句话把你框住 该救的人你不救 那你不是自我怎么样 自己就已经投降了 它是一个创新思维 那何况民间很多都在用 什么早期还有很多的什么灌藏方法 现在也有很多流行的一些灌藏方法 但据我所知 都是偏良的啦 没有像我们 那我们只是为了怎么样 把温热性的东西怎么样 应用到内置 因为它上去的时候 进不了下面 那只好从下面怎么样 上来才能够处理 所以这里它可以应用到怎么样 一个上面的 就是从嘴巴进来的 温热性饮食 一个用于怎么样 下面进来的灌藏 就是这样而已 那道理也很简单 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内热源的应用 特别提出来 那这样我们才完整 如果你只是考虑到这样 这个万一它吃不进去了呢 那怎么来补充热源 那万一胃肠有问题 热又进不去了怎么办呢 你还是要走 因为进不去的时候 我们靠外热源 有时候靠运动 它不足以解决 你们会遇到瓶颈啊 那到胃肠的时候 有时候它来的又很紧急的时候 那整个尤其到重病到命危的时候 你很快这个人就挂了 所以我们要用尽各种办法来救人 那我们的一些温热性食物要发挥到极致 那这个进去的管道就很重要 你看要不然为什么我们要分内热源 还有外热源 因为进去的管道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但我们少了一个 之前一直少了一个 我也不觉得 但是到了病人来考验我的时候 就知道啊 没有从下面进去 还真不行 好所以这里特别就提出这样 所以我们的内热源应用 已经很明确的 这里已经怎么样 除了温热性饮食补充内热源 还有一个管道 是从哪里 钢门 它也是补充内热源的一个 非常重要的管道 而不在意它只是要 一般说的通素片 好那我们再来看外热源 外热源包括太阳光 温灸 温敷带 电热毯 电热器 电热吹风机 远红外线 暖贴 姜粉 姜粉泥 鲜姜泥 温姜汤 温姜汁 鲜姜榨汁加温等 好那外热源这一切 我们就不再说 因为我发现 因为今天来的 大家都是在临床上 一直在应用的 所以这一系列 我相信你们都用过 而且得到很好的效果 包括很多重病做不出来 外面我们说的牛皮痫啊 肝痫啊 还有很多奇奇怪怪的皮肤病啊 甚至类风湿性关节炎啊 很多到外治法的时候 这个是我们擅长 而且我们现在用的 取得的一些案例 都是很多一学界做不出来 那外热源起了很大的作用 那这个我相信你们 都常常在用 我就不多说 好那我们再来看下 急性病 那第二段就是一开始 我们原来的就有分急性病 比如说这些 我常常演讲都会问 这一些会找西医还是找中医 很多人第一个概念就是西医 因为急着治标嘛 好像找西医 这里我们当然所有的病 我们都写了 这一次特别把腹泻写下来 我们变因也把腹泻写下来 就是病症的体力虚弱 只要以后看到腹泻 你什么都不要想 先温敷 就像我们看到体力虚弱的人 行动磁房无力啊 讲话有气无力的啊 或是面无光子了 我们第一个一定要先温敷 那我为什么要他特别把他写 他也是在病症的体力虚弱 但遇到腹泻是 这个也是温敷 那温脂他到底是要外热源 还是内热源 对不对 对那如果你急着 比如说有一些皮肤病 你第一个会 当然也要内热源外热源 皮肤病你会先考虑的是 外热源还是内热源 对一定有主次偏移哪里 对不对 那这个腹泻 你会第一个考虑是 内热源还是外热源 内热源 对就是特别提出 就是我有特别的意思 以后遇到这个直接就想到内热源 没有什么其他 那内热源是先喝姜汤 还是先灌肠 啊 灌姜汤 姜汤没笑再灌肠是吗 对 你们认为应该是 直接灌肠的举手我看一下 好 你们的脑袋多绕了一圈 既然有从上面进来的内热源 也有从下面进来的内热源 那腹泻是它是在上还是下 蛤 它是在 它从上面拉出来吗 没有从这样拉的 实到不可能拉肚子啦 一定都是从胃肠拉的嘛 对吧一定是 只要胃肠以下的 那哪一个比较快 胃肠 那为什么还要先喝姜汤 你姜汤还要吸收 它已经拉了 然后这些进来 反而它不容易吸收 反而怎么样造成它的负担 你们有没有想过 所以你们等于在 又折磨了一次患者啦 在它最脆弱的时候 你又给它灌 那我们有讲过 有时候姜汤水多 你已经肠胃出问题 吸收能力也少的时候 这个负担 有时候反而变成一个什么 伤害 所以用错会是一个伤害 这时候你们是要上还是下 下 下的举手我看一下 我都已经讲到这样 有些还不举手 你们还算精英班吗 我看这里有一半要先淘汰的喔 喔脑袋这样子怎么救人呢 这个都生死关键啦 所以不要再用喜有的概念 简单的讲 这里就是提出一个重要概念 就是只要横隔膜以下的问题 不应该先进食 而是先怎么样 灌肠啊 就把灌肠当温敷就对啦 你们怎么还有其他的想法 因为也许它是一个创新概念 也许它是一个 对你们而言 新的一个疗法方法 但你们一定要立刻进入状况啊 因为病人他不会说 喔我已经懂了 这个完全读懂了 我才来用 他不会啊 有时候你还不了解的时候 他人已经来考验你 你都还没有想通 你还在喝的时候 他又死又进不了的时候 那你就等一眼睁睁的 看他先走了 那你只有痛苦的在苦思了 那等你真的想通的时候 又不知道何年何夜啊 所以这个时候 下面横隔膜以下 这些所有的问题都可以 那简单的讲 所以如果感觉肚子冷冷的 硬硬的怎么办 灌肠啊也可以啊 想太多 就灌一下温敷有什么 温一下有什么不好呢 对吧 它完全没有 那进去 所以如果你在用我们的皮肤 清洗皮肤的时候 你再想一想看 它进去肠胃 用淡姜汤清洗一遍 有什么坏处 你把姜汤来擦皮肤 有没有人有副作用的 没有 几乎没有啊 而且擦完也很舒服啊 那为什么外面舒服 里面你不让它舒服呢 有没有这样的想法 所以这个时候 我特别提出这个 就是让你们以后 那你看盲肠炎 是不是还有肠沾炎 急性腹痛 是不是也可以直接 从下面来 以前是从上面 现在你们的想法有没有 应该你们认为如果急性腹痛 应该是喝姜汤还是先灌肠 灌肠 我现在的想法也是灌肠 只要胃一下 我都会先考虑 先灌肠 效果应该会比较 而且它是从内进来 你不用再温敷个老半天 对吧 它直接就进来 你看肠胃啊 它隔了很多东西 你要热慢慢进去啊 那个不容易啊 你们有煎鱼过的经验 火大一点 皮烫烂了 但里面还是没有煮熟耶 那你直接有热进去 那不是更快了吗 所以观念在这里 有了灌肠这个方法 我们所有的很多概念 要稍微调整啊 我说的 如果我们饮食重不重要 内热炎以前的饮食重不重要 非常重要 那如果我们现在已经把灌肠炎 纳入到我们是内热炎的 另外一种方式的话 那它重不重要 那它的地位就非常重要 一下子就提升 我们因为我们从横隔膜 一分开 上进去的是姜汤 下来的是怎么样 也是姜汤 喝姜汤都是喝姜汤 只是一个用肛门喝 一个用嘴巴喝而已啊 就这么简单 那对于不同的病症 上下要不要有分 要不要有分 但姜汤是没有分 但进来的管道要不要有分 当然就有分了 所以这里就是 就是为什么 我急着要告诉你们 万一如果你们遇到的 刚好是在胃肠以下的 了解吗 那很多病是很急的喔 长沾黏 长梗阻 都已经主射了 食物都进不去了 你还一直要用姜汤 还要用运动 那人已经很虚了 会出问题的啊 这时候一定要毫不考虑的怎么样 灌肠 没有什么好说的 甚至有些严重一点 灌一次也不会好 甚至一日要多次都有可能 那就是随顺阴炎 就好像我们用皮肤病一样 擦姜汤 有时候一次也不一定擦得好 一样 要多日甚至一日多次 都有可能 那就是以患者怎么样 能承受 能接受吸收 感觉温暖素 为最高原则 用这一条来指导各位 不会出问题的 好 那这里我们继续 这是急性病 那我们也有慢性病 那慢性病 这里看一下 这是随便列的 因为到慢性病 我认为就是原始点的天下 那中医的天下 因为大部分人都会是说急性病 就会找西医 但那个迷失是要打破的 实际上 不论其病是急性或慢性 是内科或外科 是易懂或难懂 是易治或难治 其处理方法都是一样的 若无病症 可从一条脊椎及七处部位 找出原始痛点按推 并用外内热源温脂 以达到致胃病的目的 那最后 这里我们慢性病也提 但是实际上就是 不论其病是急性或慢性 简单的讲 这一句就是把前面的 做一个怎么样 全部推翻 了解吗 我们虽然这样列 照着医学这样列 但是对我们而言 这些急慢性 是他们的分法 对我们而言有没有意义 没有意义 因为到最后 不管你急性慢性一样 内科外科也是一样 或是你讲的病名有多难懂 或是理论有多尖色 易懂或难懂 我们也不管 易治或难治 你说癌肿瘤是绝症 不能治的 我们也不要管 他说难治的我们也治 他说易治的我们也治 反正我们大小通知 我们不管你怎么说 我们也不会被你的观念 怎么样 框住 这里就是要把上面 大家一般的习惯 我问为什么急性病会找西 因为大家有一个概念 已经被洗脑 那洗脑好 我也顺着这样帮你们列 到了这一句就是直接怎么样 全部所有的列都怎么样 直接打破了 其实对我而言 这个有没有意义 急慢性有没有意义 没有 所以我又把急慢性 这一句话其实很重要 绝对不能肉 所以我就是反复思维 这一句再把前面的怎么样 完全否定一次 然后再把你容易迷惑的 对这些病好像很难治 癌症怎么治 这好像也很难懂 因为对癌的理论西 又有很多理论 难懂易懂 易治难治 这都没关系 我们也一样都打破 不管你以前脑袋被洗得多干净 现在有了原始点 你应该怎么样 不要再刮癌了 这些都放下 因为我们的方法已经很简单 所有的疾病 只归到一个怎么样 体伤跟热能不足 很难啊 你要把所有的医学 这样你们从污泥中走出来之后 然后一生没有沾染泥巴 难不难 有点难 所以生性太难了 你在遇到各种西医的讲法 你能不能 你沾都不沾 我还是照我的 然后我走我的路 因为这些我都打破之后 我处理还是一样 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好那我们说 从体伤跟热能不足下手 我们就是按推原始痛点 外内热源温知 如此治疗 不仅可以治疑病 还可以达到怎么样 智慧病 等于你有病的我也治 没病的你也可以来找我 任何人 只要对身体有疑惑的 不管你有没有病 通原始点通通接受 是这样无私的 然后大开方便之门 那我们真的有人力这样做 好那我们具体的怎么来做 好第一个没有病症 就是我们没有病 没有病的来找我的时候 我们怎么办 一条脊椎七处暗暗看 有没有痛点 如果有 你就可以说 你未来准备哪里准备生病 因已种下 只是在等炎的成熟 那因炎俱足 你果报就会现前 那我先把你的痛点找出来 我按出来之后 我还是帮你温敷 给你喝姜汤 把你体质调整 因改变了 二炎再来 没有因只有二炎 会不会产生果 不会 因为单一的因 或单一的炎 都不会产生果 果会产生一定要怎么样 因炎俱足 果报才会现前 这是真理 因为我们一路在谈因炎果 这个前面 我相信 你们已经听了很多 我就不再 多引述 所以 很显然的 这个因我们把它去掉 它的病 即便有二炎 譬如劳累 或是什么 它没有体伤 没有这些 因已经都去掉 它不会有病症 这个大家可以放心 好 那这样就可以怎么样 达到自慰病的目的 那我们很快就可以达到自慰病 现在医学 还在倡导很多理论 在讲预防医学 我告诉你 没有这种方法 达得到吗 还没有病 你就有办法先诊断出来 就可以积极治疗 他们没有办法 没有病他们找出来 你什么都正常 不用治了 他们所谓的正常是指数 异常的这些种种的表现 就是跟体伤又没有关系 那真正会生病的就是体伤才会 那他们又没有 所以他们达不到自慰病 所以从这个角度 我几乎说现有的医学 讲的画的一幅美好的画 但是这个境界是 他们没有路走到那个境界去 只能观赏而已 只能引起你们的幻想而已 但很难达到 原始点确实是可以达到 那这个是如果有病症是可以 那如果有病症呢 好 若有病症 可从病症部位找出相对应 之原始痛点按推 若有改善 仍需配合外内热源温脂 以达到解除他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 若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若此病症属本处体伤所致 有病症那最简单 我们找出病症的相对的原始痛点位置 来把它处理相对部位 那按推原始痛点会不会有效 也不一定 如果有效的叫做怎么样 他处体伤 有没有可能没有效的 有 那没有效的叫做什么 本处体伤 好 那如果我们这样来看 好 那我们还是 第一个要知道他处或本处 必须还是要找出怎么样 按推原始痛点 就是相对应的部位来处理 因为这个已经涵盖治疗与诊断在里面 所以我们就可以判断出他处跟本处 那所有的疾病不是他处就是本处 还有哪一处 除患处以外 以外的叫做他处 那患处也治疗他处也治疗 还有身体哪一处没治疗 简单的讲 就已经没有一处不治疗的 简单的讲 所以这样来看 好我们这里已经分出他处本处 就是他处跟本处已经准备怎么样 所有的病 我们都已经有这种企图心怎么样 把它全部治疗了 好 那我们来看下一段 好 如果有改善 那很显然 这是属于什么 他处 他处 好 那如果有改善 还要不要内外热源 要 因为我们是整体的嘛 那按了有效他处他处体伤 当然以按推为主 但还是要不能忽略内外热源 要以外内热源为什么 为辅 这个我们都已经在边因讲过 所以我们还是要配合 那这样的配合可以达到怎么样 解除他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 能不能写 以达到解除本处体伤所致病症的目的 能不能这样写 不能 因为怎么样 他前面有讲 他是按推什么 原始痛点 有没有效 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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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这有效的病症很显然 已经指指是什么 他处体伤 好 那又有 这个可以达到他处 他处是病症里面 居多处的 本处反而比较少 那万一呢 万一按推原始痛点无效 则持病症则属什么 本处体伤 那也就是他是我们解决了 然后胃病我们也解决了 那接下来当然就要谈什么 本处体伤我们怎么来解决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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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